这些有经验的人的 有结果的人的话 这样你就会成长的是最快的 这是最快的一种成长方式 好 对 所以说还是要感谢咱们主人家 好 那我今天我去忙一会了 好的 那你去忙吧 好的 那你跟大家聊聊天 好 好的 谢谢咱们主播家 我先去忙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啊 感谢家们的关心 谢谢大家 他现在公司里面 刚刚给你们挡过去了 他可能他 他在忙 然后可能 明天我们出去就好一点 到时候可以多陪大家 给大家多拍一点日常 因为以前 就是说会经常给大家记录 现在的话 因为他 确实没有时间怎么上这个抖音这些 就只有我 我要稍微醒一点 就可以就可以 就是说 给大家在抖音上多互动 因为我的话 现在我都很少发作品了 感觉很忙 然后谢谢大家的关心 谢谢大家的小赞赞 对 刚才安安也给大家说的很清楚了 谢谢大家的祝福 然后大家没有关注这儿的 可以点个关注 我在抖音上 我只有这一个号 对 我只有这一个号 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地方 然后下一次直播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了 今天你画点淡砖在公司 哎 阿姨 我真的 就是说 我不画 也要被说 画里也要被说的 我觉得 我就每天 做好自己 就是自己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就是说 我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其实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呢 对 他 安安的话 他不会出去烂玩的 他给我说过 最多的一句话 是什么 大家想听吗 大家想不想听 他给我说过 最多的一句话 他们尤其是我给大家 因为很多阿姨都是 比较 把我当自己女人一样 所以的话 我有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们 其实啊 像他们这种 工作的男的 尤其是像安安这种 就说 事业上还是比较 顺利的这种啊 他们的 这种 看待很多东西 好像和平时的那些男的 不一样 他给我说过 他说知道吗 他说 我形形色色 什么女孩子 我都见过 他对女人啊 他说 意思就是说 就可能 他经历的比较多吧 他对女人是 就是不花心思 也不怎么 就是说 不感兴趣 说白了 就是不感兴趣 什么样的女孩子 他都见过 你说再怎么漂亮的 再怎么那种什么的 就是约他呀 或者勾兑他什么的 他对这些 就是不怎么感兴趣 不来感 因为 在他的眼里面 他说什么 其实 真正成功的男人 在他们的眼里面 漂亮的女人 一个花瓶的女人 是 最就是怎么说呢 相对于就是一个消耗品 相对于就是一个 没有任何价值的 所以一个女孩子 就是说 他说 他和我在一起 他说 第一 我们两个性格比较合 因为我是一个 不怎么 不挤不躁的人 他和我在一起 他说很轻松 很快乐 就是没有很多的 花蜜浮沙的东西 第二 他就是说 他觉得 在我的身上 他觉得有一份责任 然后他说 他想给我怎么 就是 他平时也不怎么 跟你说甜言蜜语的 但是他是一个 很有丹丹的男孩子 对 很有丹丹 很有责任的 就是 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 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他会第一时间 站出来的 有的男的 他说着喜欢你什么的 他根本不会 在乎你的身体什么的 就是 包括我平时 比如说 我牙 有点痛 或者说 我的胃不舒服 他会比我的着急 叫我必须第二天 必须要去检查 而且他工作 他会把工作的时间 全部推掉 之后 他带我去检查我的牙 然后会陪我去看 他怕我自己 一个人不会去看 他会把我当成 一个女儿一样的 就是说 比我的 很多细节上 他不会花蜜浮沙的东西 不会甜言蜜语 但是细节上 很多东西 他都会 就是 很会 在乎你 他只会行动 他不会说的 一个人 嗯 他说 女孩子 真的 就是说 有经常 有些莫名其妙的女孩 给他发信息 那些 再怎么好看的 再怎么 他不会搭你的 说直白 就是 你说说直白 就是 在女孩子的眼里面 说 的感觉 就是这个男的 好高人呀 其实 在男的眼里面 就是说 他可能经历的 比较多 他对女人 不感兴趣 知道吗 他觉得他 只想把自己的 事业做好 把自己 就是说 比如说 把我照顾好 把事业做好 他说 就好了 他没有 很多的时间 去搭你 这些花蜜浮沙的东西 他的手机上 比如说 信息 他的手机 这个信息 那些 他都会给我看的 包括有的人 莫名其妙 给他发信息 他都不会看 要不他说 要不你把它删了吧 他说 我也很烦 就是这种 知道吗 真的 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有的男的 他只是嘴上说 但是 是一个不怎么 他只会对你们 说的话很多 但是平时现实中 他话很少的 他只会去做事 他不会去说 花蜜浮沙的 让你开心 他只会做事 就是这样的 好好好 对啊 就是 比如说 有的就说 哎呀 叶总 天气冷了 你多吃一点 天气冷了 你胃不好的话 你早上记得 吃什么什么 就会收到 莫名其妙的信息 给家人们说嘛 真的 不骗你们 就比如说 叶总 你要照顾好自己 你要胃不好 早上记得吃什么 真的会收到这种信息的 他从来不会 再怎么漂亮 再怎么 打扮的 专画的 很美的 这些 他都麻痹了 他不会 就是 就是很麻木 就是对这些 他不感兴趣 而不是那种 偷鸡摸鬼的 他会直接给你说 他跟我说过几次 他其实很不喜欢 这种女孩子 知道吗 他很反感 这样的女孩子 就是 就是这种 就是 主动 就是一直 骚扰他的 这种 对啊 其实 他身边的人都知道 呃 他玩这个抖音 其实他身边的 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两个 对不对 如果还要去 骚扰他的话 那可能就是这个人 有问题了 嗯 你吃醋吗 我不吃醋呀 因为他会给我看呀 然后他会说 要不你把它 如果你 你觉得很烦 如果你也 不那种啥 你要不拿我手机 把它删了吧 就是这样的 不喜欢这女孩子 直接拉开就好了 哈哈 你们 你们觉得 你们会不会吃醋吗 就比如说 你们看到 有女孩子 她明明知道 你看抖音 对不对 这么大 他们应该也刷得到 对不对 也知道 安安 现在我们两个的 这个关系 你们 就是会不会 讨厌那种 就是 他还给她发信息 夜总 你多吃点 你胃不好 你多关 早点休息 天气冷了 多添点外套 夜总 你这几天又降温了 又怎么怎么了 我没有吃醋 因为我对这些 我也不会说 哎呀 我和她吵架 要生气 这些不会的 这么久了 这个的话 这个事情的话 这种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 她什么都要给我说 而且她确实 我们认识这么久 我发现确实 她没有时间 去搭你 这种女孩子 她的精力 全部都放在工作上 平时 几乎都是 和我在一起 很讨厌 这种 真的呀 你们会吃醋呀 真的呀 就是 对 互相信任 我很信任她的 女孩子 都不怎么喜欢 那种女的呀 比如说 那种女的呀 就比如说 他们 因为他们是 这种公司 他们 有那种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们知道吧 就是 有那种什么会 然后 所有的公司的老板 都会在那 也有很多女孩子 做生意的 比如说 卖车的 比如说 卖车子的 比如说 还有哪种情况呢 说想来公司上班的 知道吧 什么人 他们 都会 就是 比如说 这种什么什么 会议 就很多 各种做事业的 大家一起 交流 像他们这种 都会有 有些时候会有这样的活动 就很多老板都会在一起玩 然后那么里面 都会有一些外人进来 会不会故意让你吃醋的 怎么可能 那些女孩子 我都不认识 很正常 招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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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很好的呀 他也没心思了解这些 他对这些 不是那种偷鸡魔鬼 就是看到一个就眼红的那种 他不是这种 他们经历的比较多 对他们来 这种经历的比较多的男孩子来说 美貌是最不值钱的 知道吗 是一个消耗品 他不会在这些地方花时间 花精力 更不会上心 更不会花心思 知道吗 对 谢谢啊 谢谢家人们的点赞 大家不用送礼物啊 对这儿没有关注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哟 不会的 我特别信任他的啊 特别信任他的 他是一个很稳重的 他不会去花时间去做那些事情 那我就可能要去公司里面咯 我要去吃饭了 我们在公司里面去吃饭 我要过去了 然后有时间就给家人们直播 大家没有关注的 这个地方点一个关注哟 对 没有关注的这儿 记得关注哟 谢谢家人们的关心啊 然后也谢谢家人们的理解 然后我们之后会多给大家直播的